在所有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决赛的五位选手 登台向当地社区领袖和企业老板展示他们的商业计划 这些计划设计的种类多样 有社区杂志 也有送餐服务 还有根据大小和形状给坚果和螺丝分类的设备 他们参加了学院的猛禽赢家项目 花了长达七个月的时间为这场比赛做准备 学生们首先要提交一个商业点子 在制定商业计划后 如果他们被选中继续参加后面的比赛 他们就要推销他们的创意 希望能赢得奖金 并将他们的商业想法转变为现实 准备比赛的过程包括一系列有关公开演讲 商业概念发展 财务预测 市场营销 以及演说技巧的指导会和研习会 我们邀请商业领袖们加入项目 帮助评判并且指导我们的学生们 所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协作 不仅是我们校方与学生之间 商界也参与这一协作 参加猛金营家的这些研习会 真的让我找到了发展生意的不同方式 我之前有很多没法用书面形式 非常准确地表达的想法 通过参加这些研习会 我开始明白哪些东西是该保留的 还有哪些东西是可以继续巩固加强的 我要马上承认的是 我原本不想去参加研习会 但事后发现 这绝对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 参加研习会真的鼓舞了我 并且给了我所需的灵感 所以我很高兴参加了研习会 这场商业竞赛 由观众来选出谁是最后的赢家 宝亚的商业项目 我爱我袜 向人们展示 有用户在其网站上上传的袜子图案设计 那些最受人们欢迎的设计 被制作成成品 我实际上真的很激动 我无法相信我竟然成了最后的获胜者 这太疯狂了 疯狂但也收获颇风 罗克维尔商业项目与迈克林商业学会 已经开始筹备明年的猛禽赢家比赛了 美国之音记者斯泰斯基 马里兰州罗克维尔报道